在尝试创新去做不一样的类型和不一样的题材 而且一直在突破自我 所以这次呢做了这部热烈 热烈跟市场上以往大家看到的电影类型 全部都不是很一样 它非常新 非常年轻 非常热血 非常燃 而且它是一部充满了荷尔蒙的电影 然后被我非常多的朋友看了 我一直认为女孩子们看到王一博同学会尖叫 后来我们发现看完这部电影 不光女孩子喜欢 所有男孩子觉得更加喜欢 而且他们跟我讲说 他们终于back到了为什么你的女朋友喜欢她 讲到真实的原因了 好想成为仔细的朋友可以提前看到我们这部电影 对 我觉得这话讲到了大佛导演的心里 因为他肯定在拍摄现场 你也一直是在内心在尖叫 对 导演 我就一直在尖叫 在这个监视器后面 那你讲一下嘛 因为你跟一博其实是熟人了 那这一次热烈里的一博给你带来什么样 不一样的新鲜的感受 一博呢 事实上已经带给大家几部电影作品 然后有不同的角色 这一次呢 他在电影当中扮演陈硕这个角色 我觉得是他新的一个突破 我其实特期待啊 因为我已经听说 我说热烈特别好看 那我们当然也特别希望一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要问一下一博了 一博这次跟 你看着他说 你别看着我说 他不好意思 我努力一下 他也在尖叫 对 我内心在绽放着保你平安里的礼花 是当我来问吧 好不好 对 你别叫我来吧 你看 放着又热烈 好 把我的机会请 来来来 请 问一下王一博同学 这 我今天讲 这一次 加油 这一次跟大鹏导演在热烈当中的所作 有没有什么感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导演非常地细心 然后我很喜欢在热烈剧组的工作环境 然后每天拍的都很开心 对 所以 我得到了一博的回答 放凌分出了一种告白的感觉 我们非常非常期待 可以看到我们这部电影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跟大家见面 等期我觉得一博可以来讲吗 隆重地宣布一下 7月28 好 7月28号请到电影院 看热烈 过热烈的一下 它是今年暑七郎的一部电影 暑七郎有很多优秀的电影 然后我们的好朋友 因为今天也都来到了咱们抖音的这个活动 中国电影越来越好了 有各式各样的选择提供给大家 但是热烈 你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电影 对而且呢也是我们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闭幕电影 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期待 多多支持一下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三位 我们一起期待你们的作品 对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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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我们三位非常有点 对不起 反正坐坐 这边有请 好 谢谢 谢谢 我刚刚其实就是在表演 刚刚我们看到有个女孩 对不起 角落 体力 产生 各方面对不起 全是 我们他们打托 打托